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那我相信各位伙伴经营爱多美一段时间 或者是你刚进来的伙伴呢 都对我们爱多美的产品都是怎样 深具信心的对不对 对 那爱多美的这么多的一些产品 我要怎么样子来认识它的产品呢 其实从五年前开始在认识爱多美的时候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位美容师 所以呢我还是先来介绍 我熟悉的美容保养品 我知道说很多的伙伴会看到我们有 六件四件男士组有控油的 哇这么多的保养品 我要怎么去使用它 我要怎么去搭配它 就是一些基本的观念跟一个原则就好了 保养难不难 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其实就像我们在穿衣服一样有春夏秋冬 像天气有时候你看哪北部 现在是十几度对不对 但是我们南部就二十几度 你要怎么去穿搭衣服 就像我们的保养品一样 你一定要有什么 四季之分 而且会依照你的身体的状况 你的饮食习惯 你的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 你绝对不能够一套保养品 从头用到尾 从年轻用到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皮肤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一定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怎样 慢慢的是老化的 而且会对外面的阳光 一定会有什么紫外线的照射 一定会有老化的现象 一定会有皱纹的现象的 所以现在开始来介绍我们从保养最基础的 就是从什么 清洁开始 好 那清洁的部分呢 我不会一一的介绍 但是呢 我要讲的是我们的 有一瓶是 来 我们的去饺子 来 去饺子 很多的伙伴就打开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很强烈的 什么味道 酒精发酵的一个味道 来 因为它里面有含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成分 叫做什么 柳树皮 柳树皮它本身就是水洋树的一个成分 那水洋树呢 今天讲的 因为啊 我这边先讲一下 各位都讲说自己是什么 专业的消费者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点点专业的东西 好 那能听 那我们就是就尽量听 那如果听了 母沙沙的 没关系 你就是秉持的我们爱多美的精神 就是用用看就好了 但是呢 你要成为专业的消费者的时候 也是要讲出其中的一些什么 所以然 道理来嘛 对不对 人家如果问你说 为什么你们的去饺子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接下来就要告诉你说 为什么我们的去饺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产生 因为它是有柳树皮的一个成分 那柳树皮它就是水洋树 那水洋树到水洋树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酵素的一个作用 那它必须要在树的一个环境底下呢 它才能够维持非常的稳定的 那水洋树呢 它的结构跟RSP0是很类似的 所以它具有什么 它具有抗发炎的一个效果 有镇定的一个效果 那水洋树在我们的这个去饺子里面呢 在比较古早以前呢 我们在做去饺子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用磨砂膏 然后呢 在这之前的话 在还没有那个什么水洋树出来之前 可能是用果酸 那果酸它本身是什么 它本身是水溶性的 它只会帮我们表皮去到一些什么 那个饺子而已 但是水洋树的话 它除了帮我们去饺子之外 它还可以达到说什么 它因为它是子饺性的 所以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毛细孔里面 去帮我们把一些什么 脏的东西排出来 把一些老费的一个饺子给排出来 所以呢你在用我们的那个去饺子的一个同时 有三个口诀 各位都知道嘛对不对 一定要怎么样 脸肝 手肝 环境肝 对 一定要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呢 这个我们的去饺子 它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它才能够渗透到我们的那个皮肤的毛细孔里面 去把脏的东西给带出来 同时还可以怎么样 具有消炎 有镇定皮肤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非常的温和 它不会去刺激到皮肤 所以呢它非常的适合油性肌肤 跟什么 痘痘肌肤来使用 那干性肌肤的要不要来去饺子 要 干性肌肤的你就看它脸就是一层干干的这样子 然后上妆上去没多久又会浮粉 那个就是你的脚质太厚了 好所以呢你一定要是怎样 一段时间一定要定时的要去脚质 好来又讲到定时了 有的人会说是一个礼拜吗 或者是一个月吗 或者多久去一次脚质 要看肤况还有看天气 来我刚刚谈到说 我们的这瓶去脚质呢 它是非常适合油性肌肤跟什么 痘痘肌肤的 如果你是痘痘肌的话呢 来这边听好哦 请你每天敷去脚质 敷然后呢一样停留在脸上 三到五分钟 让它去做水解的一个动作 之后呢请你去洗掉 那一个礼拜去搓一次就可以了 一个礼拜去搓一次就可以了 那痘痘肌呢 首先最主要就是要清洁你的毛细孔 来又有人要讲说 好清洁毛细孔我就用什么来洗 用肥皂来洗 千万不可用肥皂来洗脸 因为肥皂它是碱性的 如果你喜欢那种洗完脸就是那种很崩很崩的感觉 那个就是加速你老化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速度 因为呢你洗完脸很干净没有错 同时也刺激到你的皮肤 也带走你皮肤表面上面的一个油脂 所以呢我们的这瓶去脚质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不管夏天不管冬天请你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去脚质 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它是不会去刺激你的皮肤 所以呢各位请安心的使用 有的伙伴会说我的皮肤是很敏感的 来敏感的肌肤的话呢 就是因为你本身皮肤的什么 的那个抵抗力太弱了 才会造就说为什么我这个东西也不能用 那个东西也会起疹子 所以呢你要让你的皮肤的那个什么 的清沉代谢要好一点的话呢 请你定期的来使用我们的这瓶去脚质 尤其是那个干性肌肤的用完之后呢 它除了帮你去脚质之外 还帮你做到脚质层的保湿 脚质层的保湿 接下来你要来做保养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怎么样 把所有的保养品的成分全部都怎么样 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去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去脚质凝胶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来敷脸了嘛对不对 那敷脸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上我们的保养品 要上保养品 那我们的六部曲也上架了 在台湾上架也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我相信说有用过我们六部曲的伙伴 脸都怎么样 脸都亮亮的 好你看到那个从韩国来的星光大师 尊王大师 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生女生 他们的皮肤都是怎么样 都是亮的对不对 有没有很羡慕 对不对 过年期间来财生也在上面 要找什么 要找人 要找谁 皮肤亮的人嘛对不对 不然那么多人我要把钱给谁 你的皮肤不亮 你的脸不暗 你的脸是暗沉的时候呢 人家讲说你的气就怎么样 你的不顺 你的什么 你的那个什么 运势就怎么样 就比较不好嘛对不对 好来 我们的保养品 不管你有没有用过来 我们知道说以前我们都是用六部曲嘛 那我们现在提升起来 让自己用好一点的 我们就用什么 用凝翠换肤六部曲来使用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的凝翠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瓶什么 安品绿色的安品 大家都知道它有EGF了 我就不要再介绍了 EGF呢 它就是表皮生长因子 针对于我们的皮肤的一些各种的状况 它都可以去做改善的 好 那如果说我这一瓶 这一组的那个六部曲的话呢 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分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可以让我的皮肤是怎样 是年轻的 是光彩的 是透亮的 可以达到逆灵跟动灵的一个效果 好来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官网来看了 官网的部分的话 除了我们六建筑的 六建筑的四大技术 再加上我们的两大技术之外呢 在第四个有看到 绿茶精华从基础开始来改变 然后呢有什么 有保湿的绿茶水对不对 而茶树再加上生育分作为化妆品的基底 好来看到这几个字 凯西布萨啥啥 什么叫做生育分 好来 这就是你要去 其实 记多一点点对各位是有好处的 那你要去查 你也不晓得从哪边开始来查 生育分叫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 好来 听我说 来请你打开你的耳朵 请你打开你的眼睛 不要睡着 来 生育分就是我们的维他命E 维他命E熟不熟 熟 只是它换一个名字而已 有生育分 有生育醇 有生育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维他命E 那维他命E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它就是抗氧化剂 它是非常棒的一个抗氧化剂 用在食物的也可以当抗氧化剂 油品也可以 保养品也可以 那它这样子的一个抗氧化剂 用它因为它是脂溶性的东西 它是脂溶性的东西 那它把它加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可以防御什么 脂外线 它是可以防御脂外线 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是产生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那因为呢 我们出去外面照 照射太阳的时候会有一些辐射嘛对不对 然后呢 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保养品 让我们的皮肤保护成 有一个那个什么 有一个屏障 所以呢 第一个 你的皮肤就不容易怎么样 不容易红 不容易肿 然后呢 不会有晒伤的一个情况 最主要 抗氧化之后呢 又可以怎么 延缓老化了 可以延缓老化 那我们公司的维他命E呢 它是属于天然的维他命E 它不是像外面有的是合成的维他命E 那天然跟那个化学合成的 第一个价钱就有差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当然它的那个什么效果就有差了 所以第一个用到这么棒的一个天然的一个维他命E 来保护我们的什么 来保护我们的肌肤 用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 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 各位再继续的往成分表里面去看的话 有一个什么叫做 维他命B3的一个衍生物 有看到 有 维他命B3的衍生物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了 而且底下又有很多全成分 记得以前我们在刚开始在认识我们的保养品的时候呢 就是会每一个成分每一个成分去看 那个就是美容是最高的地方 对 但是呢 因为各位是专业的消费者 专业几个东西就好 没有叫你全部背起来 全部背起来我也没办法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有全成分 各位知道保养品有全成分 就是他所有里面所添加的东西跟主成分 跟主成分 主成分的话就是这个产品他添加了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成年轻 变成光彩 有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这个叫做主成分 那他有一个维生物B3的一个衍生物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了 叫做烟碱酸 烟碱酸它在做什么的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一个成分 它可以促进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皮肤 神经吸烟的什么 再生 而且呢 防止我们皮肤水分的流失 同时也可以达到我们皮肤真皮层的什么 循环跟代谢 哇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 神经吸烟 神经吸烟各位都知道吗 就是保湿作用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那烟碱酸呢 它最主要 它也是可以怎么样 防止我们的皱纹产生 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淡化我们的斑点 阻止一些不正常的一个色素的沉淀 所以说到这边 所以为什么你用了我们的六部曲 一段时间之后呢 一定会皱纹减少 一定会美白 再加上用了我们的这个面膜之后 EGF之后呢 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亮提 越来越年轻 达到动凝跟逆凝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些主要的一个成分 在让我们皮肤是变得越来越好的 那外面的一些保养品的话呢 添加了什么 可能有跟你讲说 我是有什么月见草油啦 有迷迭香啦 有什么什么这些的成分 对 但是呢 它们添加的量是非常少的 不足以让你的皮肤 能够达到什么呀 达到保护的效果 逆拧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的产品里面 为什么打开眼霜 为什么这么的浓稠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营养霜 是不是这么的浓稠 那我们的化妆水 也是这么的浓稠 因为我们的成分是非常高的 那因为我们有四大技术嘛 我们六部曲的一个 六建筑的一个四大技术 各位都知道吧 知道 不知道的话呢 回去问一下你的推荐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让我们可以越用越好 那一整组下来的价钱才六千八 那我现在就是介绍了这么棒的一个 有EGF的一个成分 有什么 有维他命E抗氧化的一个成分 然后呢 还有烟碱酸这么棒的一个成分之后呢 建议各位 使用我们的保养品 请你一整组使用 一整组哦 刚开始的时候 请你一整组使用 没有体验过的朋友的话 请你一整组使用 你不要跟我讲说 化妆水我家里也有 我眼霜我不需要 营养霜擦起来是有的 我不要 就是自己在挑挑剪剪 如果你要自己挑挑剪剪 那不要用 因为呢你要一整组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你自己原本的化妆水的成分是什么 我不清楚 那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分子是很小的 那可能同时间也可能会把你的 那个原来的一些保养品的成分 带入到我们皮肤的一个底层里面去 那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讲谁的产品不好 你们的产品不好 那既然你的原来的这些什么保养品都已经买了 先放在旁边 那我们的一整组的保养品全部使用 之后呢 因为我们有30天的什么满意保证 请你这30天尽量用拼命用 就是一直把它擦 相信一个礼拜之后你一定会怎么样 觉得你的皮肤是怎么样 是有所改变而且是回不去的 但是你不要挑着去使用 如果你觉得一整组不好用 就一整组退回去 这个是希望说各位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不要让你的伙伴挑着来使用 挑着来使用 尤其是化妆水 化妆水很多伙伴会说 我的那个眼霜擦上去的时候 我的眼睛会有什么 会有刺刺的啦 或者是会有什么长那个什么肉牙的东西 长肉牙是因为以前的眼霜的分子太大了 因为它是属于油脂类的东西 皮肤没有办法吸收 就造成囤积在你的那个眼睛的一个周围 所以呢请你要使用眼霜的时候 要使用我们的保养品的时候 请你一整组下去使用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那如果他觉得使用完之后 我的安品要多带一瓶 我的化妆水还要再多带一瓶 因为化妆水我们就讲说 三下算一次 要做几下 五下 六下 甚至到八下 因为每一个人的皮肤的状况不太一样 天气也不太一样 像我们南部这边的话就天气比较热 当你那个温度上升一度的时候呢 你油脂的分泌量当然也是会多一些些的 那这一个六部曲的话 适合什么样子的一个年纪的在使用 如果各位像我现在一样是二十岁的时候呢 各位行 如果是二十岁的肌肤的话呢 当然你就不适合使用我们的那个六部曲啦 二十岁的肌肤适合用什么 六建筑或者是我们的保湿山建筑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控油的也都是可以的 那六部曲的话适合资深美少女来使用 资深美少女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你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越活越年轻 从哪边开始改变起 从你的这个脸开始 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哇你不一样了你变年轻了 这个时候你的什么 你的信心大增之后呢 你是不是爱多美在分享的时候 对 我就是用这种 那你就是跟着我一起来用就对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六部曲 那接下来呢还要再来跟各位来 还有就是各位你在擦保养品的那个手势啊 手势请男生可能就是乱擦 但是这个时候听一下好不好 反正男生就觉得有差就好 对有差就好 有白有薄比嘛 但是呢你的手势一定要对 请你由内往外 然后呢由下往上去擦 因为你地心引力 然后你又自己又往下拉 你在卸妆 在洗脸的时候呢 你又一直往下拉 可能没有达到利宁的一个效果 反而越差就越老 你的脸就越垮 好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手势的话呢 其实习惯就好了 你不要往下 你一定要往上 然后呢化妆水上完了之后 请你轻拍让它吸收 一层没有干 不要再上另外一层 化妆水没干 你不要上眼霜 眼霜没有干 你不要上精华液 就是一层没干 你不要上另外一层 这个就是能够慢慢的达到 我们的那个什么 皮肤的一个底层里面去 让它吸收 从里到外的一个什么 透亮 但是各位你的量真的不要 不要太欠好不好 真的你的量多一点 在这个在刚开始使用的这段时间 请你密集的用量大一点去使用的话 可以快速的 因为成分这么好 那你用一点点 真的也达不到太大的那个效果 那如果你量大的话呢 可以快速的让你的那个皮肤 是恢复年轻的一个状态 好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保养品的一个部分 那我相信说 有一瓶产品 来 这个是什么 珠光隔离乳 我非常喜欢用这一瓶的一个感觉 就是第一个 它有防晒系数 不用讲 然后呢 它是采用真空包装的 真空包装 那它就是慢慢的使用的话 你一滴点 一丁点都不会怎么样 都不会浪费掉 那绞沙碗这个成分呢 它无色无味 它不会干 它也没有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滋润性也很好 所以呢 它的保湿效果 擦上去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有不油 它也不腻 你擦完之后呢 它就乖乖的静静的在你的皮肤里面 在你的皮肤外面保护着你 而且呢 最主要是 它是温和 它不会刺激肌肤的 所以呢 你擦完了我们的那个珠光隔离乳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上什么 上BB霜 或者是上你的任何的彩妆 它都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彩妆的 重点是它可以让你的彩妆的那个颜色 更加的饱和 而且更加的漂亮 然后如果你全脸全都上的时候 我们上眼影对不对 有一些那个眼影的那个色素是很深的 那如果你没有保护好的话呢 没有保护好你的眼睛的话呢 有一些色素会会叼在你的那个眼皮上面 会沉积在你的嘴唇里面 好所以呢 请你要用这个隔离乳来去做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护 在整个化妆水一直擦擦擦 擦到我们的乳液完之后呢 白天嘛 白天我们就是擦到乳液 接下来我就会直接就会上我们的珠光隔离乳这一瓶 然后让你的皮肤达到透亮的那种感觉 男生可不可以用 男生可以用 因为男生就觉得我不要上BB霜 但是我想要让我的气色看起来是好一点的 我想要看起来我的皮肤是亮亮的 好像我们的那个所有的领袖俱乐部跟皇家俱乐部的 每个人的脸都是亮的 好所以呢 男生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你使用完之后呢 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会发现保湿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保湿效果非常好 那你一整天都是属于水嫩水嫩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防晒系数只有30而已 它的PA只有两个加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再加上什么我们的女生的话BB霜 或者是你一定要一段时间的时候就用我们的什么防晒乳 我们最近是不是出了一个凝脆换肤的防晒乳对不对 好那个防晒系数就是50了 那在我们的官网里面的话呢 就是六部曲用完之后呢 就是用我们之前的那个防晒乳 就是又直接用防晒乳之后才是用我们的珠光的这一个 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干的话呢 干性的话请你先用这一瓶再上我们的防晒霜 因为防晒霜它有控油的效果 你越用你会觉得你的脸是很干的 那如果你先用我们的珠光隔离乳之后呢 再来用我们的防晒乳的话呢 你会觉得你的脸是怎么样 是保湿的而且是不会长粉刺 有的皮肤太干它会长粉刺 太油它就会怎么样 结合外面的那个什么这些脏的空气 跟你的这些脏的一些东西 还有你的油脂会产生痘痘 所以呢如果你的脸是很容易去长粉刺的 粉刺知道是什么嘛 对那请你把它对掉来去使用 对掉来去使用 这样子的话呢 我相信说你用起来的那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角砂锡跟角砂碗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呢 是目前是非常夯的一个成分 那有一些彩妆 它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放在里面 因为它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成分 它就静静的在那边保护着你的肌肤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是非常贵的 所以呢当我看到我们的珠光隔离乳 有这一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的时候 我真的是大推这一瓶 好大推这一瓶 各位可以来试试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保养系列的一个部分 那很多男生就会想说冬天对他们来讲 男士保养三建筑好像觉得太干了 太干了 那我可以用哪一个用哪一个产品呢 用原来的六建筑来去使用就可以了 那各位你擦完这些保养品出门之后 擦了防晒出门之后呢 回到家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要卸妆 来我们现在的卸妆的保养品 卸妆的产品有什么 有温和卸妆水 有卸妆乳最早的卸妆乳 还有最近的卸妆油 好 来男生你知道这三样东西是什么的吗 有啦同样都有卸妆这两个字 就是水乳跟油我要怎么去使用呢 我要怎么去搭配来使用 那男生会讲说我没上妆 什么叫做没上妆的定义 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呢 你要擦什么擦基础的保养 你不要让你的脸什么东西都没上 就出去 这个是加速你老化的开始 加速你老化的开始 因为你洗完脸之后呢 你的脸一定是清爽的 一定是干净的 那你没有适时的补充的 这些我们的化妆水的时候 去滋润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觉得你的底层是非常干的 干太久的时候呢 皱纹就会产生 皱纹会产生 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 男生看起来就会特别的老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保湿不够 他们的皱纹就会很多 那皱纹一多的时候呢 你的脸看起来就会特别的苍老 所以呢不管你的什么样子的肌肤 男生女生的话 请你要来加强保湿 然后呢我们的卸妆水 虽然这一瓶卸妆水可以不用去洗脸 但是呢这个也是偶尔为之就好了 你不要每天都是温和卸妆水 我就卸一卸之后呢 我就跑去睡觉了 不行 温和卸妆水的话呢 我自己本身在用的话 我都是写那个什么 把它用在卸彩妆的部分 先两个化妆棉之后呢 按压三至四下 之后呢卸眉毛 那个眼影 然后呢卸口红 还有我们的那个睫毛膏的一个部分 全脸全部都把它给走过一次 这个就是先卸我们表面上面的这些彩妆 跟表面上面的一些污垢 如果男生你觉得 我要卸妆好麻烦哦 我真的不会卸妆 卸妆乳要按摩这么久 没关系请你就直接又用卸妆水就可以了 那至少你有卸妆 总比没卸妆来得好 那我们的这个温和的一个卸妆水呢 它除了可以让你达到 那个卸妆的一个作用之外呢 它还可以帮你达到角质层的一个保湿 那在你没有水可以洗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就多卸几次 卸到你的整个化妆棉是很干净的时候呢 才上我们的一些保养品 卸妆油 你卸了一次之后呢 请你用面子把它给擦掉 我会卸第二次 按摩 请你按摩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样照我们原来的那个手势 由内向外由下往上这样子按摩完之后呢 请你第二次的时候 在手指之间加一些些的水 去让它去做什么 去做乳化 这个乳化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同时也可以帮你做去角质的一个动作 那也可以把你生成这些脏的东西 再把它给带出来 那其实 这么多的一个保养品 就像我们在穿衣服一样 你有什么 你有薄的外套 有厚的外套 有大衣 有短袖的那个衣服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套的这些的保养品 依照时间 依照季节 依照环境的不同 而使用不一样的保养品 保养品不要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你一来 用完的时候又放进去 然后又把它拿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会产生 会让你的保养品会有很快的有一些什么 病变的 有这样子的变质的一个产生 所以呢 保养品 你就是多用 多用 那其实 因为我们的成分都是非常好的 你用错了 顺序用错了 其实也都没关系 那就是 希望说各位秉持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消费者 你就把我们的保养品所有的把它给买回来 试试看 用用看 原来我们的那个什么 控油三建筑的味道是这样子 我们的控油精华的那个味道 那个柑橘的一个味道是怎么样 请你就要让你爱多美的一个事业 男生也请你好好的把什么 把你的眼睛顾好 眼带不要那么大 皱纹不要那么多 那你可以怎么样 越来越年轻 真的是 看我们的那个董事长是不是越来越年轻了对不对 那我相信说 除了各位 你的蜂蜜饮会吃 益生菌会会吃 所有的保健食品会吃之外 由内而外的一个保养 我相信说各位一定会越来越年轻 达到逆宁跟动宁的一个效果 同时间你的脸是光彩的之后呢 财神也第一个一定会找上你 那也预祝各位爱多美的一个事业呢 在今年金珠年里面呢 一定是非常好非常旺的 好让我的产品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